黃氏協議員直接跟他講解決 沒有耶 因為我不希望說這件事情好像是有一個特定的 的這個臨場主要交棒給誰的這個對象 如果說最後包括民進黨 包括友軍很多本土陣營的朋友 大家公推的推薦的那個 那一個人是最後的 的這個對象 無論是誰我都會支持 過去這幾個月以來其實都是一直在準備連任 所以陸陸續續也都有很多我們友軍的朋友 民進黨的朋友其實也都公開的相挺 那黨中央也都對我們非常的支持 所以在這個禮拜開始有一些 我是不是林昌佐 居然好像有可能沒有要選連任的這個消息出來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抱歉 那前幾天我沒有辦法真的去回應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事情是這個禮拜一才臨時發生的 那也是家人的健康因素 很感謝選務的高層黨政的高層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也是非常的希望說 是不是還有轉圜的機會 那但是因為這是一個關鍵的決定 我還是必須選擇希望可以放慢角度 那有機會有時間可以多陪家人 因為涉及選務我想這個也不宜再拖 過去這個幾個禮拜以來的所有的準備 大家都是我都可以感受到所有基層朋友 大家有一種戰鬥力破表的感覺 那所以我這個禮拜一之後的這一些反覆猶豫 其實就是來自於所有基層選民的一個支持 那但是如果說在未來幾個月我又沒有辦法全心全意的 全力以赴的去選舉的話 其實也對不起這一些朋友 那黃世堅議員直接跟他兩人一起去選舉的話 沒有耶 因為我不希望說這一件事情好像是有一個特定的 的這個臨場主要交棒給誰的這個對象 我覺得這也不好 我覺得還是尊重一個好的一個機制 那他會參與的有支持嗎 如果說最後包括民進黨包括友軍很多本土陣營的朋友 大家公推的推薦的那個那個人是最後的這個對象 無論是誰我都會支持 而且黃世堅我跟他本來以前就認識 他在辦肇事活動的時候我有去幫他站台 我在立法院辦活動他也都會來參加 所以不管是任何人 我想我都是都會全力的來服選 參加 你也算是在藏령 我們之前沒有一個恥辜的 然後在藏舶上 但我以前是在藏餐 我以前是在藏兒 我以前是因為那兒